TOPC10大麻案尖叫10点30分 在首尔中央法院开庭 旁听劝开放索取后10分钟内被索取完毕 TOP终于露脸 身穿黑色西装 看到媒体深深一鞠躬 念着已经准备好的道歉稿 表示自己觉得很丢脸 TOP念完道歉稿后 面对媒体的询问 态度显得保守 强调在审判还没结束前 不方便先做出回答 辩护律师以TOP压力太大为由 向法庭求情 并解释称 因为快要入伍 精神上承担极大的压力 在心理状况十分不安定的状况下 喝下了大量的酒 才会吸食大麻 而TOP也坦诚了所有罪状 反省自己的罪过 辩护律师希望法官不要让被告失去 一展才能的机会 判获得侵判 检方最后求处10个月有期徒刑 两年缓刑 及罚款12000韩元 折合马币大约51令吉 案件将在7月20号宣判 MTV7综合报道